歡迎來到楊潔室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瑋瑜 今天其實我們要介紹 過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常常在這個休閒假日 或者是這個比較夜晚的時候 會來到貓空這個地方 去喝喝茶欣賞風景 其實在木柵這個地方 過去也算是這個茶葉的一個盛產區 但是隨著這個 實際上的一個盛產區 時代的變遷有一些這種傳統的茶行 就逐漸被取代 逐漸被沒落 但是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的這一位 其實他們一直在這個茶行 以及茶葉這個 這一塊原地上面持續的努力 而且他們也為這個傳統的茶行 走出了一個新生命 今天就要邀請他來跟我們一下 分享這個在轉變的過程當中 的一些心路歷程我們來歡迎的是 張馨柔 妳好 妳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對 其實馨柔是這個傳統茶行 第三代了對不對 所以是從阿公那個時代 就開始經營茶行 其實從阿奏開始 就有在跟茶葉做接觸 可是阿公開始建立了這個茶行 阿奏開始 對 所以應該如果說 真的接觸到茶這邊算起來的話 從阿奏開始應該到現在 不只五十幾年了齁 不只 對 應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 對 所以在 你們是在木柵這個地區 去經營茶行的這個產業嘛對不對 對 所以從這個茶葉變遷的歷史 大概幫我們聊一下 在過去的時候 茶葉應該算是有一個龍井對不對 對 就是其實在 我們這家店在貓空的山腳下 對 然後在正大的對面 對 然後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一些就是地理位置的特殊 例如說我們的貓空 大家知道貓空出產茶葉 對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出產什麼茶葉 其實貓空最有名的就是鐵觀音茶 所以我以前去貓空喝茶 喝烏龍茶就是喝錯了嗎 也不是喝錯 可是就是沒有喝到在地的茶葉 對 那鐵觀音茶 它就是從福建 到了木柵鐵觀這個地方 然後來這裡落地生根 對 然後在這幾年 就是我們維持傳統的做法 對 那其實這個木柵鐵觀音 它的這個發展的歷程 它也有很多的改變 例如說其實以前 像我爺爺那個時代他們 我們家很多很多很多大包的茶葉 那這些大包茶葉它就是叫外銷 喔 所以一開始不是走 台灣的這個市場 是走外銷 外銷到哪些國家 外銷到像日本啦 之類的地方 對 那像說他們的那個茶葉 就是它比較一堆一堆的 因為你不能說外銷出去 第一批跟第二批品質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會把茶葉拼一堆起來 所以會裝成很大很大的包 然後很多很多 一起送出去到港口去 把它運出去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 慢慢轉變 對 那那個時候 爺爺那時候他說 像一斤泥它可能只要3塊8 對 可是一斤鐵觀音它可以賣到100塊 哇 就是茶葉比較值錢 對不對 對啊 一斤鐵觀音可以賣到100塊 所以這樣子一大包是幾斤 可能六七十斤 六七十斤 對 所以其實這個榮錦下來 那個順目應該還滿可觀的對不對 對 就是在那一段時間 那相對來說 它也要請非常多的人力啦 或是它有就是成本慢慢不斷在提高 那接就是在台北市這樣的地方 它的人工貴了 它的成本高的時候 那外銷的產業就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對 那像我爸爸接的時候 大概是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對 那其實我們就遇到第一次轉變 民國七十年以後第一次轉變 對 那這個地方它就是慢慢崛起之後 台北的這個茶葉的範圍慢慢縮小 對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飲茶習慣也有 稍微有一些改變 就是要往精緻茶的這個方向走 因為大家開始 欸 生活慢慢變好了 對 對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要走向就是 零售的方向 對 然後這時候就遇到第一個問題啦 就是因為阿公那時候的客戶 大多數都是批發啦 或是這個外銷的客人 那怎麼樣跟這些零售的客人做接觸 就是爸爸開始在學習這一塊的部分 所以其實過去做生意 你可能面對的都是那種大宗大宗 對 我不用太去跟你交涉什麼 你自己會來下訂單 對 但是就這個茶館 我們看到的是現在的一個茶館的一個 形態嘛 對 你就必須要跟顧客零售這樣子去接觸 對 對 所以爸爸本身個性怎麼樣 喜不喜歡跟人交涉 其實他有慢慢在改變 他一開始的時候就是不太習慣 然後媽媽是比較習慣跟人這樣子 所以就他們兩個負責不同的區塊 爸爸就是烘焙為主 對 那媽媽就是來買這個茶葉 對 然後他們可能做一些包裝 什麼這樣一起進行 對 所以爸爸其實就是從 經營就是接觸茶這個產業以來 就一直在很專業的製茶技術上面的一個 不斷的精進當中 對 可是當然他也決定了很多的一些策略 例如說他發覺說他的茶葉 他茶葉製作的水準 他覺得他已經有把握了 對 可是接下來就發現說整個市場的改變的時候 對 或是這個 大家給他的一些反應的時候 他就去調整一些東西 例如說我們家以前曾經做過茶藝館 對 就是在冒空這個地方嗎 沒有 在山下也有做茶藝館 也有做茶藝館的一個型態 對 那就是說那時候很流行茶藝館這樣的形式 可是後來慢慢的就是小些或是之類的這些 對 就是茶店開始盛行以後 這些年輕人他轉移消費的方向 往那個方向走 他不再像是我們在茶藝館裡面這樣泡茶 那那個區塊就是就結束營業 然後再繼續再不斷地改變他的內容 對 所以爸爸其實也有在這一塊上面做努力 但是其實呢要讓大家知道說 在木柵這個地方 當時那個時候就是轉型成 從外銷可能逐漸數量沒有這麼大以後 轉型成這個零售的經營 那時候整個木柵的茶葉的一個競爭版圖 大概是如何 其實木柵這個地方他同業的競爭其實很小 就是我們跟其他茶農都是好朋友 因為這有跟幾個關係有關係 第一個是大家都從小 就是爸爸他們就是從年輕認識到現在 那第二個就是其實他的這個茶葉生產量很少 對 那在茶葉生產量少的情況下其實供不應求 對 那就是大家每個茶農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這些人他們都非常有經驗 然後製作出來的茶葉就是 例如說這一家他比較重的是這個清香的部分 然後這一家比較重視的是這個 培火的部分 對 每個人他喜歡的口味都不一樣 茶葉這種東西就是 看個人喜歡 就是看個人喜好 對 所以在過去就是從爸爸那時候進行茶館 應該主要的這個消費群就是 鎖定在老顧客 對 中式顧客 對 但是現在這樣慢慢慢慢逐漸轉變下來 我們也知道很多像是這種茶飲 它都變成那種便利的那種茶店 對 所以對你們來說 是不是又必須說要再去走出一個新的轉變 因為之前的轉變可能是從外銷轉變到茶館 對 那從茶館轉變到茶藝館 對 那接下來的改變呢 就是從第三代開始這邊做了哪些改變 對 就其實我們在爸爸的時候 他就已經做了一個改變 就是我們發覺說 政大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可能到了畢業之後 他才說 哎呀我念書念了這麼久 我都不知道有一家茶行 或是說 他跟這家茶行的互動 他只是經過他們門口 然後有點像我常常說 就是哈利波特裡面那個 有一個百貨公司 就是只有魔法師才看得到 其他人都假裝好像沒看到一樣 其他人都看不到 對 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怎麼都過而不入的感覺 所以 他就覺得說 是不是要跟年輕人有一些 就是接近的機會 那他就想了一些東西 例如其中一樣就是這個牛軋糖 就是轉變到茶點的部分 對 就是因為年輕人 他對點心的接觸 他可能比較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牛軋糖 這種東西 他就甜甜的 那茶葉大家會覺得